喔 它煎得很脆 而且裡面的冬粉跟餡料啊 是非常紮實濃厚 它的湯包也不錯 吃起來是現包的感覺 但是它的收合麵一樣很厚實 喔 它的湯呢 也是我喜歡的那種 就是自然鮮甜 沒有科技於本國的味道 它的雞腿是嫩的 然後它有點偏像蜜汁 又有點像照燒醬的感覺 欸 你知道這樣兩片肉 這樣那麼重的飯 只要三十塊耶 阿嘉 阿嘉 哈哈 哈哈哈 呦呼 阿嘉 阿嘉 咕嚕咕嚕 哈哈 我們來吃吃看唄 素食的水餃 一顆4塊 算是很便宜喔 然後一半是10顆 然後它們裡面的塑料的味道 稍微有一點比較明確 對我們這種長期吃的味道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可是一定會是素食喜歡的味道 然後它皮啊 比較厚一點 所以這次來比較紮實 再來吃吃看這個 他們的全粿 聽說很厲害 欸 它的珍貴的菜呢 是真的好吃的 因為我對素食的沒有很了解 它裡面包了一個 可能是塑料 所以它的味道有點特殊 然後吃起來啊 是稍微有點綿密的 可是我如果下次來 我一定會再請他再幫我煎更脆一點 但是我的標配啊 一定就是會配一顆半熟蛋 因為你們不覺得蘿蔔糕配半熟蛋 就是一個天生絕配嗎 這間真的不錯吃 只是水餃啊 是我個人不太愛 可是這個我知道素食的人會喜歡 這間啊 絕對是我麻將麵的天花板 我不知道是它找的麵長厲害 還是它本身麻將的調味剛剛好 反正我只要來這邊附近 我沒有特別要拍什麼 我一定會來吃 來吃一下 就是這味啦 它的麵喔 尤其是寬麵 特別的Q 然後它的麻將是那種 鹹香鹹香 還會吃到那種淡淡很微很微的那種苦味 然後那種苦味是那種 芝麻香慢慢淡出來的那種油香 然後它這邊的滷味也很好吃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拍很多間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夾滷味了 想吃到滷味的話 去看李懿拍的這間我帶來拍過 哇 真的很好吃 套推 如果你們剛好有在家裡不知道吃什麼 想要吃麵 一定要來吃這間麵店 上次吃三姐妹 我就覺得稍微有點可惜 還是回來吃阿鷹看看 對啦 我還是比較喜歡阿鷹 我跟你說 他們的差距是什麼 剛剛我們特寫的畫面那個油有沒有 它有把那個油脂這樣子逼出來 不是單純只有那個肥油而已 所以咬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醃料 也是有點差距 雖然聽說他們以前是 以前是同一家嘛 可是真的有差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特殊的醬料 但我個人不愛 我只喜歡吃這種原味的感覺 有沒有 超脆 我個人啦 如果烤滷豬還是喜歡吃這家 可是呢 如果麵包 我還是選擇海邊路 你拿住 來吃一下 afternoon 好吃 好吃 它那個薄薄的麵皮啊 很香 它咬下去喔 第一口不是那個烤鴨的香氣 是你那個它自己炸那個脆餅有沒有 然後現在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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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嘴巴一直越咬越豐富之後 你再咬到那個榨菜的脆度 那脆度又跟那個脆餅喔 會有一點層次的地減有沒有 然後在地減完之後 你再咬到那個黃瓜 喔 水分的充足 然後再咬到那個鴨肉的香氣 然後如果你有加辣喔 那個辣醬加到它的甜麵醬 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們有預留 要不然我們真的買不到 剛才一堆人買有沒有 大哥就糊空了 好好吃喔 那個介紹我們吃的那個在地人很強欸 這一間沒有查過資料 我剛好路過的時候看到 想覺得這個好像不錯喔 就來買看看 首先啊 它跟市區那兩間百年老店的水晶棗 完全不一樣 再來 它也跟嘉義的不一樣 所以有點獨出一格喔 來吃吃看 欸這個可以欸 它的皮外面是屬於比較厚實的類型 裡面的肉是那種打得很紮實 然後外圍包著滿滿的筍乾 吃起來非常的香 它胡椒點得剛剛好 所以我覺得很棒 真的很棒 值得大家來吃吃看 欸大姐你這邊賣多久了啦 好吃 吃酒 吃料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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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們今天這個時間已經拍完了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個烤鴨甲餅 還有那個水煎包 那水煎包對我來說 我覺得跟以往我知道的家裡的水煎包 有一點點的不同 大家都可以跟著我的腳步 吃完這時間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看看 這時間你有哪一間非常的棒 你是最愛的 或者有哪這時間裡面你覺得不喜歡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 還有什麼我拍過的縣市或是區域嗎 可以告訴我我的移住之案是什麼 推薦給我 我們有空就去猜猜點 最後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開啟小鈴鐺 掰掰 今天帶你來這間 安平的蘇雅SPA 這間也是我長期來非常非常推薦的 然後他們現在開了第二間店 在安平魚人碼頭附近 也在安平的丹丹漢堡對面喔 旁邊就非常的好停車 然後跟著我們的腳步 來看看這間第一次體驗 第二小時499元 服務品質很好 又不強迫推銷的SPA店 新環境如何吧 Let's go 有宜珍議員 歡迎 歡迎我們的議員 遠力臨到活動現場了 歡迎您 必須邀請到呢 來到我們活動現場的是 我們的台南市議員 周麗晴議員 歡迎 稍後呢 我們希望來進行今天的開幕儀式 3 2 1 請用錢 舒雅霸恩 女時活健康空間 好 舒雅SPA 站 站 No.1 這邊是很豐富耶 如果萬一讓他們客滿的時候 你還可以去單單漢堡再吃一下 有沒有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光景點 然後這邊離魚人碼頭也非常的近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環境吧 然後他們新的地方啊 是有腳底按摩可以按的 然後也有私人的包廂 然後今天的餐點啊 聽說是甜蜜點準備的 我們也預祝呢 我們蘇雅SPA呢 可以順利的開幕 然後呢 他們也有加盟的資訊 也可以私訊他們了解看看 好 如果還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按鈴鐺 掰掰 掰掰